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就是贴策罗尼加钱书的四章十三到十八节 可否我们这个时候一起来读神的话 论到谁了的人我们不愿意 弟兄们不知道 恐怕你们忧伤 像那声没有指望的人一样 我们若信耶稣死已服了 那已经在耶稣里谁了的人 神也必将他们与耶稣一同带来十五节 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 我们这活着完全留到主降临的人 便不能在那已经谁了的人之先 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 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像的声音 又有神的呼吹响 哪在基督里死里的人必先复活 以后我们这活着完全留的人 必或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 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 所以你们当用这句话彼此权位 其实我们现在教会 这班基督徒是一班相当年轻 年轻的意思是信主不来的基督徒 他们不单止因为信耶稣当时正面对着信仰的逼得和苦难 让他们的生活面对很多的困难 他们同时都在信仰上因为不太了解一些真理而觉得很困惑 所以保罗就写信给他们帮助他们在信仰上成长和得到鼓励 在《铁山罗里加钱书》里面 保罗回答了他们在信仰上的几方面的疑问 其中一个讨论的主题就是说到主耶稣第二次再来 尤其是说到一件事就是被提的事情 而这个被提同时都是会发生 基督徒会从死里复活 还有在胸中与主相遇的事情 当时的信仰上对基督徒的复活 还有被提这件事了解不太多 所以就引起他们一些恐惧不安 而保罗就在这方面去帮助他们解除他们的困惑 保罗要让他们知道原来基督徒的复活和被提是圣经的 教导 不应该是让他们心里面充满担忧疑惑的 相反基督徒的复活和被提就是我们基督徒 应该感到很兴奋 会得到很大的安慰鼓励 而且是非常期待发生的事 因为这两件事就是基督徒的荣耀的盼望和起落 因此在18节 保罗跟他们说 你们不单止自己要明白这个真理 而感到起落兴奋 你们的信心要被坚固 而你们都要在你们的生活上信仰上 当你们面对艰难的时候 都应该用这些的说话 彼此的劝慰 今天我相信很久都是同样的 透过《撤杀罗尼加》前书4章13到18节 和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讲说话 因为我们今天都是一样的 是面对着苦难 还有因为这个疫情的缘故 所带来的艰辛 而我们千万不要受困在这些挑战里面 我们要被神的说话鼓励提醒 今天我的题目就是为荣耀的避体作好准备 为荣耀的避体作好准备 我要讲到三方面 第一避体就是基督徒在虎难中的盼望和安慰 避体就是末世灾难中必定发生的事件 避体就是我们基督徒在现在就要做好的准备 耶稣基督徒再来 耶稣基督徒再来 其实就是我们基督徒生命最 最荣耀最有福的盼望 你能够说阿们吗 是的 因为当主耶稣降临 来到我们这个地球上的时候 祂就会带给我们释放和自由 我们就会在那个时刻开始 就不再面对死亡 面对苦难 面对罪恶的捆绑 一切都变成新了 因为我们的主将会带领我们 进入一个完全充满平安喜乐 充满公义人爱的千年角度里面 当然我们都要知道 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是分了两个阶段 第一就是先听留在空中 第二祂就会来到这个地上 建立祂的千年角度 而耶稣再来之前 我们必须要知道 这个世界仍然是充满着各种的苦难 尤其是我们在这个新冠病毒的 这个期间 我们会面对很多的挑战和艰难 是特别需要有神的说话 来鼓励我们 我们都应该时常的 用主耶稣再来这些说话 去彼此面丽和提醒 当然我们都更加需要 用实际的行动 在艰难里面 用彼此的扶持 彼此的帮助 其实初期教会的信徒 当他们见面的时候 他们会彼此说 曼拉达 原来这个说话 就是当时的阿难语 它的意思就是主正回来 或主必要来 或者是主啊请你快来 因为当时的基督徒 是面对着信仰的迫害 他们的生活都是极之困难 所以他们见面的时候 然后就要用曼拉达 这个说话 来彼此鼓务打气 甚至是闻喉 而曼拉达 其实都是提醒我们 我们不要只是关注今天的艰难 我们要被提醒 我们是有永恒盼望的人 我们是有神的呼召的人 我们是有神看顾的人 我们要提醒我们自己 曼拉达 主耶稣就快回来了 Amen 今天那些心里面充满 沮丧灰心的鼎子妹 你要告诉自己 曼拉达 那些今天几乎已经把主耶稣忘记的鼎子妹 你要和自己说 曼拉达 那些正在为自己所面对的问题和困难 烦恼忧虑的鼎子妹 请你大声地和自己说 曼拉达 主 正 回来 Amen 而在这段疫情的期间 其实我们都有五大的需要 是可以从神的事得到满足的 第一就是我们需要继续的 我们持续的透过祈祷 去得到上帝的看顾和保守 最重要就是要远离这些病毒和灾害 第一我们都要透过祈祷 去获得上帝给我们的力量去克服 我们生活环境 在经济上种种的艰难 第二我们要持续的就是 要在小组的里面得到牧羊 在小组里面 获得团队的守望和扶持 让我们的忧虑和重担 可以得到分担 Amen 第三我们都需要继续的保持 在线上的聚会 好让神的说明 能够让我们得到安慰提醒 也让我们的需要 可以得到 祷告的祝福 和这个供应 第四方面 我们要继续的 持续的被圣灵充满 和指引 Amen 好让我们 在这个困境的里面 仍然卡着圣灵 又喜乐又平安 又智慧又盼望 又出路 仍能够去胜过 我们的一切 忧虑烦恼 我们这样子会 记得一下 在这个疫情的期间 我们千万不要 就是忧愁烦恼 我们要记得 持续的祈祷 信靠神 仰望主 继续的敬拜 因为我们的主 就是我们的倚靠 和帮助 在这段的疫情的期间 如果我们的经济力量 是还可以的话 我们都不要忘记去帮助那些真正在生活上遇到困苦的人 包括那些不是基督徒的朋友 要相信施比仇更有福 当然 我们是可以透过教会去帮助他们 如果你要帮助那些人 那你就联络我们的牧师 以至我们可以安排 以至我们可以安排 他们一关 过一关 有一个做小贩的弟兄 是什么 因为MCO的元官 他的生意受到极大的影响 他已经拖欠了屋租 很多家庭 他就找一位亲人来帮助 但是这位亲人说 我可以帮你三个月 不过是有条件的 哇 这位弟兄听到有条件 觉得非常的挣扎 因为这个条件 其实是和圣经的教导是有冲突的 是说这位弟兄 他就将他的困苦 说给祖长听 祖长就说给教会听 好 感谢神 现在教会正在帮助这位弟兄 去处理他所面对的困难 我弟兄姊妹 在这个困苦的当中 我们真的需要彼此守望帮助 是吧 除了刚才我们所说的四大需要 其实第五大的需要 就是我们要祷告上帝给我们力量 和恩典帮助我们可以继续 去为荣耀的鼻涕做好准备 其实今天我的信息 主要都是针对鼻涕这件事 其实鼻涕是什么事情呢 是什么时候发生呢 是怎么发生的呢 为什么会发生呢 那你和我又应该 怎么去做好这个准备呢 你一定要知道呢 原来被提就是灭世灾难中 一定会发生的事件 其实呢 对一个熟悉圣经的基督徒来说呢 瘟疫的灾难的发生呢 不会使得他呢 觉得非常的震惊 因为主耶稣早 已经在圣经里面呢 很多地方已经言 他说多处必有瘟疫 而这个多处的意思来说呢 是全球性的 是过去曾经有发生过瘟疫 但是没有一个是 刺足今天这个新冠肺炎禁 迅速的扩散到全世界各地 所以呢 基督徒呢 是无需要对 发生这个世界的灾难呢 过度的 惧怕或者是恐慌 因为主耶稣已经早吩咐我们 不要害怕惊慌 因为这些事一定会先发生 但是末日将不会立刻来到 这个是《勞家福音》21章9节 换句话说呢 当我们看到全球性的瘟疫出现的时候呢 我们就知道 这个是一个末日的征兆 虽然末日没有立刻来到 但是我们知道 它已经是漸漸的 非常靠近我们了 而我们基督徒呢 在这个时刻 是很应该用心去查考圣经 去明白神对末世的那些重要的教导 我们都要做好被提的准备 因为被提就是末世灾难中 会发生的事件 其实耶稣基督就是《玛丽本音》24章33节都说过了 他说只要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 就也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 《玛丽本音》21章28节 耶稣同样说 一有志即是你们就当挺身昂首 因为你们得熟的日子近了 我们都知道《玛丽本音》这一年多 可以说是整个世界都共同面对的一个灾难 而这个称为大瘟疫 大流行的灾难 已经在圣经里面被认定是末世灾难之一 当然末世灾难是包括饥荒、战争、地震 不过顶朝面你一定要知道 不是每一次的灾难的出现 我们就认定这个就是末世 因为事实上我信了耶稣四十几年了 灾难的事都一直的发生在地上 但是这些灾难 并没有见到主耶稣回来 如果我们将每一次的灾难都当成一个末日 就好像我们时常说冷泪了 但是最后又不见冷泪了 最后人听得多 反而以后都不会相信是真的 因此基督徒需要分别三种灾难 因为灾难是有分末世灾难 普通灾难 和七年大灾难 为什么我们说这个新冠肺炎不是末世灾难 而不是一个普通的灾难呢 因为末世灾难有三个特点的 第一 这个灾难的状况可以说是前所未有 COVID-19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一种瘟疫 当然以后会发生的七年大灾难里面那种瘟疫 是会比新冠肺炎更加厉害 第二呢 这种灾难的范围呢 是会全球性的 第三 这种所谓的末世灾难的出现的频率呢 和它的严重性度呢 是逐渐加巨 就是加重的 就好像耶稣曾经在 圣经里面曾经提到 末世灾难呢 就好像女人生产的时候那种的震痛 因为女人生产的时候那种的震痛啊 它的频率和它的程度呢 是一次比一次更加厉害的 第二是她的兄姊妹 我们都知道这二十多年来 所发生的不同的瘟疫 它们的频率和它们的程度呢 是有加无减的 所以呢 我们现在所面对的瘟疫 已经不是一个普通的灾难 它是末世灾难之一 而在这个末世灾难的里面 我们要记得有一件事 是一定会发生的 就是叫被提 而被提就是我们基督徒今天要做好的准备 请问你有没有为了这个荣耀的被提 做好了准备呢 请问在被提的时候 你和我是否会被提没有呢 其实这个被提呢 在圣经里面呢 这个字眼的出现是很多次的 除了《铁撒罗尼加前书》四章十七 《鲁撒罗尼加前书》四章十七 《鲁撒罗尼加前书》四章十七 当时耶稣对门章说什么 祂说你们心里面不要忧愁 你们要信神 也当信我 在我父的家里 有很多住处 若是没有 我早已经告诉你们了 我去原始为你们预备地方去 我若为你们预备好了地方 就必再来 接你们到我那里去 我罪那里 叫你们也罪那里 而这个接你们 就是被提的意思 英文圣经就是叫racture 或者叫cut up 在希列的言文里面 他的意思是说 强取 夺去 拿走 提去 取去 他有突然间取走 拿走的意思 意思是将人捉住 是用一种很强烈 不可以抗拒的力量 将他们带走 这个愚文的意思里面 有抢救的含义 就好像将人从火里面 救出来一样 或者从人群中抢救出来一样 而一个被提的原文 就是首先讲到被提的方式 这个方式是很迅速的发生的 就好像保罗的 就是高龙多前书十五章五十章五十二节 说到在被提之前 已经死了的基督徒将会从死路復活 然后那些未经过死亡的基督徒都要跟他们一起 就是同一个时间里面经历身体的改变 英文就是十五章五十二节 高龙多前书 就在一杀时斩眼之间 你试一下现在斩眼多快 因为被提不是三十六个小时 不是一斩眼之间 我们就被提了 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最后的一个时刻 也是全世界真正属于主耶稣的教会 在最短的时间里面 在这个地球上完全消失的时刻 一斩眼之间 很多基督徒消失了 很多的教会消失了 当然这个教会不是讲建筑物 是讲一帮真正的基督徒 你发觉到时候那些警察局会逼爆人 因为有成千上万的人很焦急的涌入这个警察局报案 他们所报的案都是同一个案件 就是他们问警察 我那些信耶稣的家人去到哪里 我们都不知道他们去到哪里 而那些报案的人其实就是那些基督徒的家人 那些报案的人甚至都是包括那些以为自己是基督徒 但是其实他们不是基督徒的那些朋友 他们只是在宗教上被称为Christian 但是他们是没有真正信耶稣的 他们都是没有永生在他们的里面 有一个大家都很关注的问题 就是这样的 牧师 哪些人可以避体啊 我会不会避体啊 其实这个答案不是很复杂的 哪一种人会避体呢 就是真正的基督徒 就是那些他们的生命里面 已经有了神的生命 就是已经得到永生的人 就是那些是真正曾经接受过主耶稣 进入他们的生命里面 他们承认耶稣就是他们的救主 耶稣就是他们生命的主的那些的人 他们就是神的儿女 所以一个基督徒 他最重要的不是他的名字叫基督徒 最重要的就是他里面是否有没有永生 有没有神的生命 因为只有有神的生命的人 正是神的儿女 他们正有这种的资格 是避体 你有没有看过一种很大旧的那些磁铁 你知道磁铁是会吸收什么的物质呢 就是凡是有铁质的东西 铁钉啊铁锤啊 大头针啊铁罐 凡是铁的东西呢 这个铁铁就会将它吸收 一刻就吸上来 铁铁都不会吸收铁 不会吸那些的薯胶啊 那些的木板啊 等类 是不是呀 很一样的 领测梅 被提的时候 是只有里面属于神的 有神生命的基督徒 正能够被提 如果任何一个人呢 是真心相信耶稣基督 是他的救主 真心相信 跟从耶稣圣经的教导 他里面已经有了永生 有了圣灵内住的 确具的人 只要他能够证明 他已经是重生得救的人 这些的人 就会被提 即使 现在看来 他们都是好像 不像样的基督徒 只要他们里面有 永生有神的生命 他们都能够被提 哈利路亚 这个是神给我们的恩典 这被提的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第一 要脱离七年的大灾难 我们都知道 圣经里面有讲到 耶稣再来 之前 一个地上是有一个 叫七年的大灾难 但是感谢神 耶稣基督会将我们 从这个七年的大灾难 之前 或者之中 将我们会 拿走 因为他不要我们 进入这个 这么可怕的大灾难 里面 其实我们现在前书 一章九卓 是这么说的 因为他们自己已经 报名我们是怎样 进到你们的里面 你们是怎样的 利器偶着 归向神 服侍那由真又活的神 等候他而止 从天降临 就是他从死里 服侍那些 那位救我们 脱离将来 愤怒的耶稣 原来一个真基督徒 他做三件事 第一就是会 离弃偶像 归向 真神 第二 他是会 服侍这一位 由真又活的神 第三 他是会 等候 神的儿子 耶稣 从天降临 而耶稣从天降临 要将我们提走 就是要救我们 脱离将来的愤怒 这个将来的愤怒 就是末世的大审判 上帝对这个世界 最后一次的大审判 当然 讲到基督徒避体 基本上是有四种不同的 看法或者观点 有些说 基督徒是灾前避体 有些说 基督徒是灾后避体 有些说 不是不是不是 基督徒是灾中避体 甚至有些说 基督徒是会 是会 部分避体 到底我们要信哪样呢 其实我个人认为 基督徒是会在灾前 或者在灾中避体 是绝对不会在灾后 灾后的意思是 在七年大灾难过后避体 如果我们都要 在七年大灾难之后避体 就真的是 很痛苦的一件事 其实重点不是说灾前灾后 灾中 重点就是 你会不会避体 最重要的是避体 无论灾前灾中 哈利雷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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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曾经都会问一个问题 牧师 你说 凡是有神生命有永生的基督徒 就会避体 哇 那那些 我看见他们信了耶稣之后 哇 他们的生活是胡逆麻叉的 啊 他们呢 很爱世界的 啊 他们又不肯服侍的 又没有传福音的 哇 这些 所谓的基督徒都会避体 我们的姓姓妹 我必须要告诉你 其实避体并非是基督徒 是最后的结局 你千万不要说 啊 我避体啊 赞美主 不要这么快欢喜先 因为避体之后呢 我们将会在空中与主相遇 其实在空中与主相遇这一段期间 有七年那么长的话 地上就发生大灾难 那天上发生什么事呢 原来 我们被提之后呢 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被提到主的面前呢 要经过一个叫基督的台前 而这个基督的台前呢 就是说到我们呢 会不会得到奖赏 或者是得到责递 作所谓 我们是否会得到永恒的荣耀 永恒的 我们是否会得到责递 我们是否会得到责递 因为比德前诗 四章十七节很清楚地说 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 我们是否会得到责递 阿浩廷姊妹 被提是一件很荣耀 很欢喜的事 但是最重要就是我们 是已经准备好被提了 因为被提的跟着 就是我们要来到主的面前 要接受祂的评估 接受祂的判断了 求主真是帮助我们 他想到后书五章十节 说什么呢 因为我们所有的人 都要出现在基督的审判台前 很按照各人在肉身之时 所行的善恶接受 赏罚 赞美耶稣 趁着我们还有恩典 还有时间 我们赶快地 继续为主而活 继续去尊行神的旨意 继续去为永恒 多做那些主喜悦的事 亦能够叫我们得掌赏的事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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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是要为一个荣耀的鼻蹄要做好准备 阿们 阿们 我们都是我们今天身为基督徒的 我们现在 直到鼻蹄 那一天都要做好的准备 阿们 而我们又没有为这个鼻蹄 做好准备呢 如果你不是基督徒 或者你都不清楚自己是不是 不是又永生的基督徒 你是否愿意这个时候呢 透过祷告接受主耶稣 进入你的心中 做你的个人救主和生命的主 好让你透过这个祷告 你能够得着永生 成为神的女母呢 如果你愿意的话 你愿意对主耶稣说 主耶稣我信你 是我的救主 是我的生命的主 我愿意领受这个永生 我愿意在被提的时候 被提 请你就跟着我 做以下的祷告 就是做这个银幕上的祷告 请你用心 发出声音 跟着我 对着我们的天父上帝 如此祈祷 天父上帝 谢谢你因为爱我 祭拜主耶稣 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并且从死里复活 我承认我是一个罪人 愿意接受主耶稣基督 被提的那一日 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命 阿们 你是否做了这个祈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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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祢 更多可以明白圣经的真理 好让你能够透过圣经的真理 让你的生命更加的蒙福蒙恩 阿们 谢谢主 谢谢主 阿们 谢谢主 现在我要对基督徒说话 那些姊妹 就是过去和现在 你有没有为荣耀的避体做好准备呢 如果有的话 感谢神 继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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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何时向主悔改凝聚母呢? 求主赦免你 然后求圣灵充满帮助你 给你力量、给你信心 从今天开始 你能够有力量 过一个准备避体的生活 一直到真正避体的那一日 最重要的是要记得 不是避体就够了 是避体之后 你见到主的时候 你是否能不能够 很欢喜快乐地面对主 给你的评估 或者你见到主 你就已经开始脚远 因为你知道你非常地亏欠他 我鼓励你 每一日继续的过备圣灵 聪明的生活 好让你能够卡住圣灵 过一个警醒的生活 过一个服侍神的生活 过一个肯为永恒而活的生活 阿们 阿里路亚 最后 在你的生活 在你的生命里面 你想想有没有什么 是会难阻你 捆绑你 导致你不能够 准备自己过这个避体的生活 有什么难阻 有什么难阻 如果有的 现在祈祷 把这个难阻 说给神听 然后求祂释放你 求祂帮助你 求你能够从这个难阻 或者捆绑中被释放 你能够过得性的生活 你能够过一个 恩勤服侍主的生活 你能够过一个 为主而活的生活 让我们祈祷 我们透过这首诗歌 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主的面前 祷告 无论是方言祈祷 或者是吴性祈祷 好不好 我们来到主的面前 这位圣洁的主的面前 带着敬畏的心 哈利路亚 是的 我们祈祷 我们为今天所听的信息 祈祷来到主的面前 对祂说 主呀是的 是的 主呀 充满我 噢 主呀是的 是的 赦免我 是的 是的 我不可以代替祈祷 你必须要 亲切地 将你的需要 带到主的面前 你必须要 很认真地 来到主的面前 现在就要面对主的了 现在面对主 是最好的 因为还有恩典 你还可以悔改 你还可以重新再来 你千万不要 避体之后 再面对主 那时候已经不能回头了 那时候已经没有恩典了 那时候已经不能回头了 那时候已经不能回头了 是的 为自己祈祷 求主 照念你 那么耐力 你的不冷不热 你的冷淡 你的懒惰 你那种不警醒 不肯服侍 不肯服侍 不肯服侍的 那些生活 是求主赦免 这个时候得到赦免 这个时候得到胜免 这个时候得到胜免 是最好 是最蒙福的 因为你还没有时间 可以继续为静 低的年日 努力的 殷勤的 为主 就是很忠心的 去服侍 你 就不会被主 摘去说 你是一个又冷又冷的仆人 而是被主称赞 好 你这个忠心 有良善的仆人 好 进入你主人的快乐里面 哈利路亚 我希望你是那一位 在主的面前 暂立得住的 那位神的仆人 我希望你是那一位 见到主的时候 你是欢欢喜喜的 因为你知道 你会得到主的称赞 得到主的荣耀 你都会得到主的奖赏 哈利路亚 阿们 耶 继续祈祷 耶 求主的圣灵充满你 给你力量 是的 哦 是的 求主给你力量 求主 继续的坚固你 如果你 已经是那一位 已经是 准备好被提的基督徒 为此感恩 但是 不要放弃 不要放松 哈 继续的 求主保守你 继续的 就是 保持这一份的忠心 这一份的恩勤 这一份的热心 哦 直到耶稣基督的再来 阿们 是的 是的 哦 善美主 善美主 是的 主充满你 主释放你 主兼顾你 主帮助你 主扶持你 主带领你 哈利路亚 哦 主 是的 主多谢你 哦 天父上的我们 多谢你今天 那种信息 你 教导我们 要为荣耀的避体 要做好准备 为药主我们 知道 哈 避体 是我们基督徒 最永远的盼望 最幸福的盼望 多谢你 因为透过避体 我们不单止可以脱离 我们不单止可以脱离 这个世上 所有一切罪恶 死亡 还有这些的烦恼 所有的困绑 我们已经是进入一个真正 完全的自由 和德性的永恒的世界里面 哦 主多谢你 我们知道 你会再来的第一件事 就是 基督徒将会被提 基督徒将会从死里复活 经过身体的改变 被提 所以我们会事上的被提醒 我们都会事上的 用这件事 是彼此面临提醒 我叫喜讯堂的 每位鼎子会 都会在任何的时刻 即使是纯景 逆景 即使是在平安的日子 或者是苦难的日子 我们都会被提醒 我们是一班等候 荣耀被提的指南 哦 三位主 多谢你 预备了这个被提 保险我们能够脱离 将来的愤怒 将来的七年的灾难 哦 多谢你 透过今天的信息 我们明白 原来被提之后 我们是要来到主的台前 要接受主的奖赏 或者是这个的策避 哦主啊 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 趁着万有恩典 万有时间 我们在这个地上 会继续努力的 靠着主的圣灵 去帮助自己悔改 一个真正 真正重生得救 有德性生活的基督徒生活 因对我们 来兼顾喜信堂的众鼎子 你福兴我们 哦 你保守我们 让我们每一个都要在主再来之前 我们已经是准备好 而且是欢欢喜喜的准备好 我们自己欢迎主耶稣 谁是的再来 主多谢你 祝我们在你面前 如此狠切的祷告 就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 阿们 祝我们 祝我们 祝我们